同志们好 欢迎回到正吹的视频 之前几期呢 我们已经讲过了马的漫步 然后包括快步的一些细节 今天呢 我将和我的另外一位马宝贝Lily 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 马的快步压浪和跑步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 现在呢 我已经在马上了 首先给大家讲一点就是压浪 压浪呢 其实就是我们坐在胺子上 放松下来 然后大腿自然下沉 记着就是在压浪的时候 不要用自己的关节去锁死 这样呢 我们会肌肉紧张 而在马的背上 这样上下的背弹起来 不够柔软 我们一定要还是屁股坐在胺子的最深处 大腿自然下沉 然后小腿贴着 之后 然后缰绳呢 还是抓紧 想象着收紧自己的核心力量 但是关节不要锁死 去随着马的浪 一下一下的 要想着自己往下的一个力量 而不要想着往上的一个力量 当然如果你要是感觉自己 踩着脚洞的时候 没办法做到 屁股始终贴着胺子 放松自然的话 我们也可以试着拖洞 前提是一定要在 安全的一个情况下 如果你对这匹马还不是非常了解 它是建议踩凳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Zither Harp 好 我们接下来呢 就讲一下跑步压浪 我的问题呢 是因为我之前的马呢 就是是特别温和的嘛 所以呢 就是我有些时候 可能会不自觉的 往前推 屁股放松 就在马上 像坐沙发一样 这种呢 就不太适合骑 性格比较通一点 比较有动力一点的嘛 所以呢 教练就告诉我 要想着屁股 在马鞍上面 做小圆圈 像炒菜一样 是一个上下上下的 就是在马跑步的时候 像打球一样 要把气打起来 就不要把他的力量给推出去 所以呢 我们在骑马的时候 跑步的时候 也要注意 如果你是想要马去一个推开马 让马有一个奔放的跑步的话 这个往前推浪是可以的 但平常就是要让马回来 就包括需要他后肢工作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注意一点 是屁股是在马的 鞍子身处 是做小圆圈的一个动作 好 我们今天这期视频 基本上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当然了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只是我自己 对骑马的过程中的一些感悟和体验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每一个教练呢 对自己的马匹和学员 也有不同的要求 所以呢 如果您有什么疑惑 也可以和自己的教练沟通 好了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问题 或者好奇点的话 当然也可以以评论 或者留言的方式告诉我 我也很乐意为您解答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是今天新关注 或者新看到我今天这期视频 如果有什么好奇点的话 也可以往上翻 然后查看我之前的 漫步快步一些讲解 希望你会喜欢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